好那各位同学 你们的模型完成之后啊 比方说这个结构 你都已经完成了 那我要去做材质的拆解跟贴图的处理 一般来讲 我们有些会进到MAYA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3D软件 在做UV拆解的这个布线整理 他会比较方便 但是以重模型他可能细节太多 你要一个一个真的拉进去MAYA去做 他其实可以 但是你要做很久 你要做很久 但是我要先跟各位讲 如果你在业界工作 这个是正常的流程 因为你的布线要漂亮的话 真的还是要手动去拆 那在立巴取里头 他有这个自动拆解UV的功能 我这边跟大家做个简单的示范 好那 UV的拆解 一样你要先把每一个模型啊 先做合并 要并在一起 并在一起 那跟列印的结构有点不同 是你不需要再去做Dynamic 因为我们要的就是这种 干净的布线 什么叫干净的布线 就是都是四边形 四边形的这个完整的布线结构 好所以呢第一个动作一样哦 还有一个要理是 这些模型都不能有Define的 就是 细分层级不可以 要完全是零哦 如果你有Define的 是没办法做 那个 UV的拆解 自动的UV拆解 所以这边 你要稍微去检查一下 没有哪些地方是 有做Define的 没有 没有解 解掉的 好 好那我一样先到Subtour的选单 去做物件的合并 全部哦 全部合并 按下去 好那合并完之后 我去找到 这个合并的结构档 不是这一个哦 找一下 好这一个 好它是有分群组的 那只有单一个图层 单一个图层 好 好 Define的 自动UV拆解 啊 一样在D花盒盐这边 打开 好 然后我们 往里面去找 这里有一个UV master 然后UV大师 好这把它点开 好那很简单哦 只有几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 先增加一个工作 工作档 这是原本的 这是你现在原本的 那我现在要增加一个 UV拆解的工作档 好当你按下去之后 它会瞬间变成白色的 数模 它一定会变成白色的数模 打按名称前面 多一个 CL' 就是这个就是做 UV拆解的工作档 好第二个动作 去点这一个 拆解UV 这把它按下去就好 把它按下去 它就开始算哦 它现在在算 你看这边的料线 开始跑 它已经在拆UV了哦 如果这把键 我们到Maya去拆UV 你可能要 拆个两三天 我觉得应该要吧 我刚讲话的过程 它已经拆完了 好那怎么去检视 就是UV拆解的状态 往下拉 好这里有一个UV Map 点开 如果你刚有拆解成功 这里就会出现 好我现在去点这个 不是delete 是旁边这个 按下去 好它就打开给你看 现在目前UV摊开的状态 就长这样子 我觉得还拆的 拆的蛮漂亮的 大家知道这边是刀 这边是布料 都拆的蛮好的 但是就我刚讲 如果你是 进Maya拆 有同学有 有学过Maya拆UV 就知道 你要拆这样子 要花多少时间 好 再按下去 它就回来了 收回来了 好 所以很快 对不对 拆完了 好拆完之后 这个是工作档 你必须把你拆好的 这个UV的资讯 你贴回到你刚刚一开始 建立工作档 这个模型 要pass回去 要pass回去 所以你要再到 zpugin 这边有一个 copy copy你的UVS 这边 这是复制 这是贴上 那我要先按复制 好复制哦 好那找到刚刚 这一个 merge merge的这个 档案 目前这个是没有UV资讯的哦 你看它的UVMAPER是 关灯的哦 没办法按 好 我到zpugin 執行 贴上 好 这边把它贴上去 欸 有了 这边有了 把它打开 有啊 UV就有了啊 好 好 所以这里 你就可以把 这个档案 做 汇出 然后再到 Adobe的Subteam 上面去做 材质的这个上色 好 那这边汇出的话 你可以选择 这里的export 去算 obj 或者是你也可以到 zpugin 这边有一个 FBS的这个 export 好 汇出 那将来各位的模型啊 你要进 Unreal Engine 的话 也是从这边 FBS的这个格式 从这边去做 export 就可以了 好 那转出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打开这个Subteam 对不对 去做 上色 好 那Subteam的话 物件进来 欸 我讲几个比较 简单的概要 进来的话 你可以先在上面的这个 工具架 去打开 就是 你要做 3D 2D的检视编辑 还是3D 还是2D 这边可以去选 好 然后 每一层 的 材质 你都可以在这边去做选取 那比方说 我要去加一个 新的材质 比方说选这个 好 蓝色的布料 那 右边的这个 栏位啊 上面就是他的这个材质的涂层 好 材质的涂层 那每一个涂层跟 Photoshop一样 他会有上下遮蔽的现象 那你可以透过涂层 赋予他 材质之后 再去使用遮色片的概念去涂 黑色或者是涂白色 把我要的地方给遮蔽掉 好比方说我现在去加一个这个 蓝色布料 要追加材质 很简单 压着左键 拖过来 放开 他就丢进去了 好 那丢进去各位会发现 这个把这把刀子我们身上全部 通通变成这个布料 主要的原因是 主要的原因是 这个材质 它位置处在 最上面 所以通通都会 是看到这个 材质的效果 如果把这个材质的眼镜关掉 他就回来了 打开 他又出现 好 那 我如果希望说 我只要 让他显示在某个区块 怎么做 在这个图层面板上面去加 这个 添加遮罩 把它按下去 那他问题说 你是要白色遮罩 还是黑色遮罩 还是拉图遮罩 还是颜色选择 高度组合遮罩 很多种 那各位比较 熟悉的应该就是黑白遮罩 如果 你们有玩过photo笑的的话 白遮罩就是全部都会被看到 黑遮罩就是通通消失掉 好 那我这边用黑遮罩 不见了 好 那不见我可以在遮罩的地方 去涂什么颜色 去涂白色 你要 你要点在遮罩的地方 他会有这个蓝色的这个 细线 显示你现在是 在哪个地方上色 你要点在 黑色的地方 好 然后 下面 去做 他的那个 颜色的选取 哦 这边我把它 画笔 要涂白色哦 要涂白色 来 这里 这边 好 往下拉 去找到他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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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一下他的色彩 如果直接去画 他现在应该是 灰阶的颜色 画笔的大小 好 比方说我现在去画他 一直画一直画 他就会出现这个 布料的这个材质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 因为 我们是用遮罩的方式去把这个颜色 给做还原的动作 如果你是图全摆 他会把 这个图层该有的这个 材质 给显现出来 好 所以可以打 他这样一个 混搭的一个效果 那我们在画的时候 一样可以去开 他的对称啊 这边的对称工具 把它启动 那就会出现 一条红色的线 就是你物件的正中心线 你这样去画 他就会两边 同时去做 材质的一个 上色处理 这样操作起来会比较快啊 不要 单边单边去画 就是会不好处理 好 然后这个材质的颜色 他是 可以随时去做替换的 就是布料的颜色 他预设可能是蓝色 那 你要去改的话 比如说我要把它改成这种 红色的 就这边去选 好 这边去选 然后这个也把它 换掉 好 你对应到的这个颜色 他的这个布料显示 就会跟着改变 好 就大概他的他的操作概念 就是这样子 好 就透过图层 的堆叠 然后笔刷 的一个绘制概念 好 那 有一个 混合的视觉 视觉效果 这个会比 你用Potoshop去画 的那个质感要好很多 而且他是在 立体的状态下 去呈现他的效果 好 所以 你的模型啊 可能在完成之后 上面的一些细节 你不需要 呃做的太 详细 因为我们 可以透过 贴图的方式 去达到我要的这个结果 OK好 就这边大概 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到这个 立宝亚去 拆UV拆完之后 可以丢到这个 闪电这边 去做上色的出力 好